俄乌开战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踏进俄罗斯和老朋友普清面对面 周一先吃晚宴 周二正式会谈 这趟行程双方早就大力宣传 普清的文章由人民日报发表说中俄关系造就全球稳定 其他国家侵犯利益不会得逞 而习近平在俄罗斯报署名发文强调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俄之间的合作它不仅仅利好于两国那么同样的 也对国际事务对地区的稳定和平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央视不断吹捧中俄关系 这次访问外界最关注当然是习近平运营帮普清到什么程度 尤其中国大陆是否军援 上周才传出一千把大陆制步枪以民用猎枪的名义送进俄罗斯 但明目张胆给武器 习近平似乎还是有估计 想要两面讨好塑造和平使者的形象 但在乌克兰眼里中国早就不中立 不过对莫斯科的支持似乎刻意模糊不具体 专家分析北京有盘算 因此就算阿罗斯积极求救 习近平这趟访问能帮的恐怕有限 上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毕竟中文交好也是做给美国看 但我认为因为会要做的计划 中国能说到更多想要帮助 要帮助 如果关于美国的关系中的关系 他们可以做了更多想要帮助 铁了心就要对抗美国 二月刚访台的中议员欧清洁 认为习近平访俄是对台海再一次谨慎 不过就在习近平拜访前出现插曲 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本人下逮捕令 最重大控诉就是俄罗斯非法移送乌克兰儿童 案例破万有受害者说当时被骗进所谓的夏令营 费尽千辛万苦才逃出来 但更多例子是小朋友被领养身份抹除 从此唱着俄罗斯国歌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 但抓人需要成员国政府配合 想看到普京受审 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 TVBS新闻众共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